在家种植蔬菜香料食用 用完电器后立即关闭电源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 也有助新加坡减排 我是陈苏珊 今年48岁 在这个屋檐下 是跟我的妈妈和弟弟一起同住 在朋友耳濡目染下 陈苏珊12年前踏出减排第一步 比如说我会带自己的购物袋在包包里面 或者是带在车子里面 我在家用冷气的次数也比较少 如果真的很需要用的时候 都会开25度三个小时后 给它自动关掉 转为风扇 在我们家里的用具 我们也会遣向说 比较节能的方式 比如说煮汤的时候 先在那个火炉煮给它滚 然后就马上面火放进一个保温的一个罐子里面 它就会继续地在里面去煮这样子 陈苏珊和母亲也在家中种植蔬菜香料 不仅能节省日常开销 也有助降低碳足迹 妈妈的小菜园 有些葱啊 可以吃的菜啊 还有一些香料 所以在这个门口小小的菜园里面 其实我们都很方便可以取到我们要的一些材料 差不多每两到三个星期 我们就可以收割来吃 如果说从外面买的话 它整个运输的那个碳足迹其实蛮多的 那我们这样子种的话似乎是零 陈苏珊希望通过自己的小小举动 帮助减缓气候变化 减排跟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其实它不一定是有冲突的 因为减排有很多方式 所以以自己舒服的能做到的范围里面 还是可以减排的 虽然我们在新加坡没有天灾 可是还是这几年一直有看到说 天气的大变化跟以前很不一样 我也会担心下去的几年 新加坡会面临怎么更严重的气候变迁吗 陈苏珊希望下来能更多的 以脚踏车代步等方式 加大自己的减排力度 同时督促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一起加入绿色行动 感谢观看